世界各地不知为何持续不断降下暴雨 引发了海啸雨大洪水 胡小若等人与雅典娜持续联系 只能焦急地在城户公馆等待着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 小儿子过得不错的日本 防水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自由女神像都快被淹没 而城户公馆门口竟然连积水都没有 回归正题 新史的人一直在分头寻找沙汁的下落 寻找无果后无奈回到先攻 这时新史突然想起 苏兰特曾经说过的话 推断出沙汁应该是被波赛东掳走 虽然知道了真相 但是却找不到波赛东神殿的入口 画面一转来到一处海底宫殿 清醒的沙汁发现 眼前出现一位蓝发帅哥 他是世界第一大富豪的独生子 朱立安 两人曾在他的生日宴上有过一面之缘 朱立安对沙汁一见钟情 并向沙汁求婚 可惜洗涤一张好人卡 竟有人胆敢无视自己的请求 这激起了朱立安的胜负欲 对沙汁更增添了一份执着 真的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恰好朱立安是波赛东的转世 利用力量将沙汁流到海王殿 为了征服世界 他让暴雨和洪水在整片陆地上肆虐 直到地面上的人类灭亡为止 获得无穷力量的他 邀请沙汁共同支配世界 不出意料再次被拒绝 朱立安不疾不恼 称霸世界的野心早就超过了 得到眼前这个女人的欲望 既然如此 那只好消灭亚迪娜了 沙汁选择替人类承担痛苦 现在降临在世界的雨水 由他一人来承受 另一边 西路达和弗利亚通过查询古典 得知在仙龙一处禁忌之地 那里有一个黑暗之池 据说能通往强打王者居住的国度 二人刚到就被吸入漩涡中 等他们醒来 就发现已深处海底 这时一阵美妙的歌声响起 二人寻着歌声 来到了海斗士迪迪斯的面前 二话不说 小姐姐控制海底珊瑚 发起攻击 这点小招数 对见过大场面的心事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直接爆发小宇宙 散了所有珊瑚 不过在他的身后 人家最强战力 海将军海龙登场 只见他张了张手掌 快若流星的攻击 就将小伙子们打翻在地 海龙不屑与青铜圣斗士交手 他告诉星石 如果真想救亚迪娜的话 就派黄金圣斗士过来 随后就把战斗交给了杂兵 虽然杂兵人多是众 但终究不是两大主角的对手 清场过后 海龙第一次证实了他们 那一边 波赛东正在为沙之介绍作作海底神殿 自古以来 海洋被划分七个部分 北太平洋 南太平洋 北大西洋 南大西洋 印度洋 北冰洋和南冰洋 在这神殿中 有着支撑海洋的七根巨大支柱 外加还有一根最为重要的支柱 生命支柱 它是神殿的命脉 如果坍塌 整个波赛东一族 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波赛东将沙之关入生命支柱中 并说出了这么做的理由 不久后 四只龙手开始喷水 这些水源本一是降于地面的雨水 现在将由沙之来承受 但女神毫不畏惧 海龙得知 雅典娜被关入生命支柱后 让迪迪斯告诉新史和顺 怎么才能拯救大帝与雅典娜的方法 他认为青铜圣斗士 根本没有能力拯救女神 因为必须想在房间内充满水之前 摧毁七根支柱 并破坏生命支柱才行 而这七根支柱 是由海斗士中最强大的七将军守护 为了争取时间 二人奔头行动 画面一转 贵鬼来到吴老峰 告诉大家 已经找到了进入波赛东神殿的入口 为了世界和平 为了拯救雅典娜 子龙毅然决然抛下了儿女私情 加入战斗 海底中 新史感到了掌管北太平洋的支柱 想一口气摧毁这根支柱 直接使出了天马会心拳 可却被这里的海将军 海马办安单手接触 轻松化解 神殿入口处 冰河也来到了这里 一跃跳进了黑暗之池 紧跟队友的步伐 画面回到新史者 打出的天马流行拳 仿佛打在了波纹行程的墙壁上 自豪没有起到作用 下一刻 海马就闪到新史身后 用念力封锁住了他的行动 紧接着大招跟上 神之呼吸 仅仅是呼吸一下 新史就被吹上天空 连吃两剂大招的新史 屁是没有 爱奇想象模式 你打不死我 我就一次次站起来 直到耗死你 泰安一听这话 哪能忍 祭出海马最强之拳 海马的身影在背后浮现 等等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这海马的样子 着实有点奇怪 不过威力却是十足 瞬间将新史牢牢困在原地 第八掌将之三飞 此时来到黑暗之池的子龙 发现新史的小宇宙 正处于危险之中 赶忙和贵贵进入海底世界 硬吃大招的新史 竟然被深深打穿了海界 来到了海面上 但新史很快又回来了 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再次使出天马流星拳 这一次成功破防 杀人诛星 相比于黄金圣斗士 你就是个弟弟 骄傲的海马将军 心态爆炸 虽然防守的滴水不漏 但在天马加特林的疯狂突突下 终究伴下阵来 与此同时 顺眼来到一根蜘蛛前 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 一位身穿婚纱的少女 可转眼间 少女变成凶弱的怪兽 吓得顺着大惊失色 靠着锁链旋转防御 躲过了敌人的攻击 这时守护这根蜘蛛的海将军 六兽112现身 画面回到新史这 大安已经被打得怀疑人生 突然天马座圣衣变成了金色 仿佛就是一件黄金圣衣 原来在几人圣衣粉碎后 靠着黄金圣斗者的鲜血 才得以复活 随着不断的战斗 他们的青铜圣衣 已经接近了黄金圣衣的程度 新史爆发小宇宙 在他的身后 埃欧里亚的影子若隐若现 这一拳的威力更甚以往 大安根本抵挡不住 被打倒在地 另一边 子龙和贵贵来到了海里世界 遇上了美人鱼迪迪斯 贵贵主动请因 用灭力拦下了小姐姐 与他玩耍 子龙趁机先走 去支援新史几人 但贵贵终究是个孩子 直理相差悬殊 很快就败下阵来 即使与海马将军的战斗 仍再继续 大安又站了起来 无论你如何提升小宇宙 也不可能给我造成致命伤害 因为我身上这件灵衣 堪比黄金圣衣 打之下一秒就被疯狂打脸 身上的灵衣开始破碎 即使全力爆发 使他身上的圣衣 再次发出黄金般的光芒 用天马彗星拳击败了对手 冰河与子龙相继感大 新史将知道的一切 告诉他们 大家再次分头行动 接下来新史把目标 放在了支柱上 新史弃成丹田 准备一口气吹毁支柱 不想倒地的海马 清醒过来 劝他不要吃心妄想 就算是黄金圣斗士 也没想让支柱有丝毫裂缝 虽然自己被打倒了 但雅典娜也不会得救 说吧 原谅果然如海马所说 任凭新史如何攻击 思不动 坚挺依旧 新史不免新生绝望 再这样下去 沙丝将会有生命之威 另一边 迪迪斯要解决贵鬼时 幸好塞尔娜及时出现 救下了贵鬼 并且让他把天正座圣衣 带给新史他们 新史正打算牺牲自己 将身体换回拳头 撞向柱子时 贵鬼背着天正座圣衣赶到 新史欣喜万分 虽然穿不上这件圣衣 但他能分解成六种武器 这时圣衣扔给他一面圆盾 借助这件神器 成功破坏了石柱 随着柱主的崩塌 整片海域开始震动 头顶的海水逐渐下降 更是在神殿中 下起了毛毛雨 时间不多了 二人分头行动 贵鬼带着装备去找顺 新史则朝着下一根支柱前进 顺所面对的六兽妖 伊奥在希腊神话中 上半身是美丽的少女 下半身则是由六只野兽组成 如果有船只经过他的洞穴 那么整艘船将会被吞噬殆尽 此刻 伊奥使出了六种能力之一的鹰之爪 这套模仿雄鹰的拳法 轻而易举就瓦解了顺的防御阵 伊奥趁盛追击 先后打出了剩下五种拳法 狼之牙犹如一头恶狼 撕扯顺的手臂 一直点出 风后穿越锁垫缝隙 直刺胸膛 巨蟒之蝉 一条紫色巨蟒缠绕 背的全身骨头 好似要腐碎 放蛇过后 又是吸血蝙蝠 大量的失血 意识逐渐模糊 最后 伊奥化身巨熊 一巴掌将顺拍上了天 吃满一套技能的顺 陷入了短暂的昏迷 伊奥这家伙 怕不是个傻子 一上来就把招式亮了一遍 难道不知道 对圣斗士来说 同样的招式 第二次就不会奏向 火不其然 脚索如灵蛇穿过戒系 直接命中了右臂 折断了风后的毒针 招式被破解 伊奥慌了 不挽不顾 打出鹰之爪 雄鹰被巨王阻拦 脚锁出击 得断鹰爪 伊奥还是不服 巨蟒之蝉 打向对手 反被锁链 勒神碎片 名音上又一猛兽被摧毁 顺的反击势不可挡 神殿中 朱迪安还想劝说 杀之改变精力 不过杀之态度坚决 不想牺牲世人 苟且偷生 眼看劝解不成 他便说起了自己觉醒的经历 在得到好人卡的当天 被海边的光量吸引 地感三叉及赫然立于远前 迪迪斯出现 并告诉朱迪安 他是海王波赛东的转世 没等反应 就被迪迪安抱着跳入海中 长时间的憋气 让他意识模糊 昏迷过去 在朱迪安醒来 眼前的一切令他震惊 头顶上的海水 有如天空一般 以下还有一座雄伟的宫殿 这时 海皇灵衣 与他的小宇宙产生了共鸣 雷后灵衣自动飞到了朱迪安身上 这一刻 他明白了自己的宿命 就是消灭污染世界的人类 所以他引发了海啸 淹没大兵 杀之并不认同朱迪安的理念 无论如何 圣斗士一定会拯救世界 再次被女神拒绝 朱迪安狂怒 是要将圣斗士埋葬于此 成为新世界之主 顺以一奥的战斗 仍在继续 灵衣展翅 无数的蝙蝠 攻向对手 顺的锁链 无功而返 集中生智 改变打法 锁链如回旋镖 直攻后心 翅膀碎裂 又破掉一招 一奥不愿放弃 瓦身恶狼 直扑而来 锁链变化为虎兽甲 夹住狼腿 一奥的头盔 同时粉碎 面对最后的巨熊之掌 锁链变化为连环捕熊症 将一奥牢牢捆住 身上的灵衣也随之彻底粉碎 不过并没有取对手性命 而是尝试打破支柱 很可惜 并没有造成任何死坏 这时 一奥挣脱了锁链的束缚 指出自己的最强绝招 巨大龙卷风 铸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漩涡中 身体不由自主地被卷入高空 此时 子龙感到了印度洋的支柱 遇上了拥有黄金之箱的海将军 海皇子 古力斯拿 这个长枪的威力非常恐怖 紧靠气流就划上了子龙的脸颊 另一边 星矢迷路了 不停地在同一个地方兜圈子 突然出现魔灵的身影 却又呲呲呲地跑掉 新时紧追而去 顺现在虽然受了重伤 但他并没有理会一奥 而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支柱上 被无视的一奥目火中烧 在他的身后不停地攻击 累个半死 顺却如有不死之身 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 这难缠的对手 让一奥拼上所有 将小宇宙提升到极限 顺也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硬生生地将龙卷风一分为二 星鱼锁链再度将一奥给捆绑住 正当他想要挣脱锁链时 却发现这一次竟然动弹不得 原来星鱼锁链不知何时 变成一条黄金色的锁链 不只是锁链 就连仙女座圣衣也散发出黄金色的光芒 对手拥有新装备 一奥却不慌张 它在支柱的硬度有着绝对的信心 既然普通的方法不能击碎支柱 准的想法和心始一样 燃烧小宇宙牺牲自己 用身体硬撞支柱 去保护雅莲娜和地上的人们 幸好跪尾在锦链关头 及时赶到 奉上黄金圣衣 双截棍自动飞到顺的手中 耍了一套完美的棍法后 瞪着石柱打去 大声响 一旁的一奥飞身打在棍前 想要靠身体拦下这一击 但天秤座的武器 威力实在太大 贯穿身体的同时 也贯穿了石柱 南太平洋的支柱就直奔他 虽然作为圣斗士的敌人 但一奥也同样是一位 令人尊敬了对手和震撼子 子龙和海皇子的激战震撼 在黄金枪的猛攻下 只能被动防守 逐渐落入下风 当反应过来时 枪尖已经抵在冤喉 海皇子自信收枪 给对手一次重来的机会 而子龙也意识到 九手必失 与其不断的躲闪 不如想办法对抗那支黄金枪 因此他想利用天龙盾 来抵挡黄金枪的攻击 借机近身干掉对手 然而草率了 高估天龙盾的硬度 黄金枪轻而易举穿透盾牌 也给他来了一个对穿 子龙顺势改变计划 手掌成刀 狠狠劈在黄金枪上 可惜却是自己的手骨锻炼 这滑稽的表演 让海皇子一时间哭笑不得 拔出神枪 对子龙的斗志感到敬佩 但也到此为止了 子龙狼狈不堪 跟着对海皇子的神枪束手无策时 西欧罗出现 告诉子龙 自己在临死前 已经把外挂装好 那无坚不摧的圣剑 就寄宿在他的右手中 只要小宇宙提升到 黄金圣斗士的境界 就能发挥出圣剑的威力 在西欧罗的鼓励下 子龙重燃斗志 并燃烧小宇宙 单臂持盾 俯冲而上 海皇子双手持枪 全力冲刺 两人在半空中激烈碰撞 这一次 黄金枪竟然没有穿透天龙盾 原来天龙盾不知何时 变成了黄金色 不仅是盾牌 就连天龙声音也变了 子龙自信再次举起右手 随后立劈滑山 结果尴尬了 计划中折断黄金枪的画面 没有出现 手却疼得要死 海皇子趁机 将子龙的左腿刺伤 并嘲讽道 你也就靠着圣衣狗活 别再无谓的挣扎 幽人现眼 这话直接将仇恨拉满 子龙也不装了 直接震散圣衣 成为了完全体 决战一触即发 海皇子率先发难 神枪如灵蛇般 上下飞舞 可惜成为完全体的子龙 一点也不虚 轻易躲过了所有攻击 辗转腾螺间 来到了海皇子面前 同时抓住黄金枪 激活了修罗圣剑 一手刀之下 神枪被斩断 连着海皇子的灵衣 也被劈成两半 就算子龙以为 圣却在卧时 海皇子盘腿而坐 其他宇宙不断提升 带着他漂浮在空中 海皇子强大的小宇宙 形成一道无形的墙壁 轻易就将子龙正飞出去 但怎能就此放弃 雅典娜还等着自己去拯救 念及此处 子龙直奔对手而去 可惜却是徒劳 海皇子告诉子龙 这股巨大的小宇宙 是来自查克拉的力量 是的 你没听错 是查克拉 我引人这里的查克拉 就是引用这个名字 但这两者不是同一种东西 海皇子说的是 原以印度瑜伽里 人体内的七个能量环 简单来说 就是和圣斗师的新命点一样 既是力量之源 也是要害死在 如果不能击中查克拉 攻击枪永远不会消失 海皇子不准备再给子龙机会 全身散发出炫目的光线 竟是法术攻击 伟大之光 然而子龙并没有挡下 反而将小宇宙提升至极限 背后生龙浮现 战役攀升到极点 打出最强奥义 无声声龙吧 没想到权力的一击 竟无法打破屏障 反倒是自己被弹飞 起身猛然发现 眼睛正在逐渐失明 子龙恼怒异常 看来非逼着我成为究极体 燃烧小宇宙 在失明前的一刹那 看到了查克拉 手掌画剑 地劈而下 将海皇子撤的击败 但子龙也被对手的 伟大赤光击中 造成众生 几乎无法站起 这时 贵鬼带着天秤座 黄金圣衣感到 而子龙的双目 已经完全失明 在贵鬼的协助下 使用黄金剑 成功把印度洋支柱击碎 另一边 冰河来到南冰洋支柱 却看到了她的恩师卡妙 既然出现在这里 冰河感到非常愤怒 自己的恩师 已经在十二宫 死于自己手下 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在这里 显现是个冒牌货 但交起手来 却发现 这个卡妙 不只是实力不低 而且还会使用 曙光女神之宽束 使冰河以为 卡妙真的没死 再回到新时者 她终于追上了魔灵 而魔灵摘下面具 面具下赫然是她 日思夜想的姐姐 辛华 辛史激动不已 相拥而起 不久 顺眼来到了南冰洋支柱 看到了躺平的辛史和冰河 发现他们好像被人一击击倒 而且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突然锁链预警 提醒她 敌人就在身后 可转过身来 却发现是哥哥一挥 就在顺放松警惕时 一挥的眼中 金光大圣 出手偷袭 幸亏有锁链保护 才躲过一劫 顺眼意识到 这不是哥哥 果断反击 一链子抽飞燕挺 见计划败露 别人献出真身 她就是负责守护南冰洋的海将军 水魔卡萨 她利用卡妙和辛华的伪装 一举拿下了冰河和辛史 水魔这种利用自己的能力 玩弄他人感情的事情 激怒了善良的顺 因为她知道 对于辛史与冰河来说 姐姐和师父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 因此她要给水魔好好上一课 锁链开始进攻 水魔完全不是对手 只能狼狈躲闪 下一瞬间消失不见 可她不知道的是 辛与锁链有自动追踪的功能 一下子就被揪出 不过水魔并不慌张 她已经看穿了顺的本质 知道顺就在面对敌人 也狠不下心来杀死对方 更何况是最重要的哥哥 于是再度变成一挥 果然不出她的锁链 尽管挥出锁链 但在最后一刻 还是强行停止了攻击 哪怕只是有着哥哥的外表 顺眼无法忍心下手 而水魔则趁机使出奥义 荣源电击 顺遭受重创 再起不能 也正是这样 被动技能哥哥召唤术发动 水魔突然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小宇宙 Aden细细探查 这股小宇宙就消失了 以为是心理作用 便不深究 把注意力重新放在顺的身上 继续蹂躏着她 这时 从未知方向打来一拳 将水魔打飞后 一挥迈着不及不许的步伐出现 一直点出 外魔拳直接命中大 哪 胡同不养 水魔莫名其妙 然而就在准备进攻时 一挥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水魔慌了 无能狂怒 等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 刚刚的一切都是幻觉 一挥要让水魔对自己犯下的过错 加倍奉还 第一拳为了心矢 第二拳为了冰河 两季平A 打到对手 人仰马翻 一地百尺 水魔怎会甘心 迅速拉开架势 再度使出奥义 荣源电击 奈何实力差距太大 一挥单手轻松接下 紧接着第三拳 凤凰天降 面对这一拳 水魔根本无法离挡 只能硬吃大招 不死心变成顺的模样 不仅是外貌 就连内心也和顺一模一样 即便顺就躺在脚下 但也让一挥觉得无比真实 这一楞神的功夫 水魔击中了他 这一下也让一挥清醒的认识到 为什么其他三人都会中招 这时 燕平顺发起冲锋 而以为一挥不会对弟弟出手 却没想到一拳破凶 阿布明白 为什么一挥会毫不犹豫的下杀手 难道一挥真的没有人心吗 在临死之际 终于看到一挥心灵深处的一位少女 那便是已死的艾斯梅拉达 如果水魔早几分钟发现 死去的可能就是一挥 这个无比坚强的战士 内心里仍有一份独有的位置 留给那个曾经让自己打开心肺的女孩 打败海将军后 贵鬼赶到了这里 一挥拿起黄金三叉戟 破坏眼前这根支柱 嫌暗部就班太慢 准备直倒黄龙 打倒波赛东 拯救亚连娜 打败海将军后